秦永敏在香港出书成为颠覆国家政权罪 证据,2018年7月11日 中国人权观察理事长秦永敏被判入狱 13年罪名是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 过多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数字中国网站 早前被背武汉市中级法院 已颠覆罪判求13年的大陆著名意见人士秦永敏 根据法院近日公布对其的判决书 现年64岁的秦永敏的罪证之一 原来是将自己所写的文章绘编成书 在香港出版并指秦在书中提出颠覆国家政权的目标 策略方法鼓吹组建强大的反对派和反对党 香港出版人持当局判决事莫须有 秦永敏是中国民主党主要创党成员之一字 1970年至2012年间 先后被拘禁39次类 继信誉23年 他在2010年11月 因颠覆罪服刑12年出狱后 又因为相同罪名 于2015年3月被刑事拘留 由于案件涉及国家秘密案件 延至今年5月11日至12日 进行不公开审讯判决书指 秦永敏在2010年出狱后对中国大陆社会制度和中共执政地位不满 为实现多元化民主政治通过敌对组织中国民主党成员 将自己所写的论中国向宪政民主治的和平转型 和平宪章草案等文章 会编成秦永敏论和平转型一书 在香港出版 并撰写大量具煽动性文章 提出全民和解人权之上良性互动 和平转型的目标确定颠覆国家政权的方针和目标 策略和方法判决书指 秦永敏论和平转型一书是政据之一该书 由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出版并发行 秦则在庭上供述 他在2012年3月 委托香港的杨小妍出版了该书 目的是宣传和平转型和宪政民主理念 香港五七学社 由笔名五一三的自由撰稿人林文秀成立 苹果日报引述林文秀说 他是秦永敏论和平转型一书出版人 这本书大概印刷了一千本 由田园书屋发行 但只卖了数十本大部分 我都是拿来送人 香港人对这类书兴趣不大 而近年大陆海关查得很紧 导致近书府场萎缩 他又指中国大陆宪法保障人民 有出版和言论自由秦永敏 在书中没有鼓吹暴力革命 不明白为何出书 会成为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证